完了IDF战机 飞机上的信号就是代表曾经参与试飞过的将领关接 而到目前为止 一共有9位将领 21位飞行员实地操控过IDF战机 能像您飞这个新飞机跟以前的旧飞机 你自己感觉最大不同在哪里 我们这个飞机啊 最大的不同就是说它的操控系统 它是数据 数据化来控制的 那么数据化控制就是非常的精确 但像过去的话 飞行员需要比较大的那个workload 就是比较需要花比较多的注意力 在飞行操控上面 但是这种飞机的话 就是说你飞行员很容易去驾驭它 就像你骑一匹马一样 你要是不了解它的性能的话 你很难驾驭它 但是这个飞机呢 不像骑马那么困难 你就说你很容易让一个新的 新进的飞行员啊 很快就可以掌握到它的那个心